今天的早饭是期待已久的洛杉矶最有名的地标之一 Randy's Donuts 尽管我们不能指望像钢铁侠一样 做在大Donuts里面装酷 但Donuts还是可以买了吃的 这里的Donuts分四类 50多种口味 可以单买 也可以混着买12个一盒 可以宣布 在这一种一种大道理 嗯嗯 所以是20个人 这一种 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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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 这是那个 Roseberry 这是Roseberry 这是Prim的 这两个是Prim 我们买回去准备开吃的时候 已经有点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Donuts味道确实都还不错 其实我们平常是不吃Donuts的 热量和糖分都太高 但出来完又是追打卡名地 就全且放纵一下了 有那个Cream 非常厚实 上午一直都在下雨 中午时分呢 趁着雨停了 我们再次前往Dontown的中央市场 吃午饭 路上路过Sofar体育馆 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开幕式的主会场 由于是午饭时间 中央市场比昨天热闹了很多 我们最终看中的是Ramen Hall的一家全素食日式拉面 这家店的老板和厨师呢 伊兰浩是2007年Top Chef第二季的冠军 他在2015年开的这家店 在2015年开的这家店 在2015年开的这家店 带来开的情况下 中央市场里面 前方的旅行 吃午餐 但我认为有С都会出现 你这有咖喱的吗 好 哎呀 这还可以啊 两个吃了好几天干的了 这有韭菜 然后这个肉饼 吃好午饭 我们在附近的小东京转了转 这里是日本春广场 JAPANESE VILLAGE PLUSH 主要是吃饭购物的地方 今天下午的重头戏是参观电影学院博物馆 这是由美联班奥斯卡奖的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组建 2021年9月开馆 是美国最大的与电影制作相关的历史科学和文化的博物馆 这是博物馆大厅 门票是成人25块 学生15 17岁以下是免费的 博物馆拥有超过1300万件展品 如果你是一个电影迷的话 这里绝对就像天堂一样 但就和其他大型的艺术博物馆一样 第一次来也只能是走马观花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格外喜欢的展出和设计 进了展厅 第一个就是这个超宽的大屏幕 动态显示不同电影主题的特写 有点免费的时间 此外在感觉 中间的影响 未经过也不想要 反正中间的影响 有点免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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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写的事 有点免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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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展厅 这里面有电影里用的两家钢琴 一个是Sam在卡萨布兰卡的酒馆里弹的 还有一个是以前在巴黎的酒馆里弹的 这是纪念奥斯卡颁奖的展厅 墙上的显示屏滚动播放获奖者发言的片段 屋中间的展台有颁奖用的信封和服装首饰 在展厅里面有领奖的展示屏滚动播放获奖者发言的 这是韩国的寄生虫的导演 在展厅里面一个半圆的空间 陈列着各类获奖的小金人 这个是Gollygolly Pack 以杀死一只支庚鸟获得影帝奖 这是电影《教父》的展厅 众多的服装、道具、设计草案都看不过来 这里还有教父第一级里排练用的码头模型 这个音效馆是整个博物馆里最好玩的 你可以看到音效人员是如何发挥想象力 用各种不同物件产生各种场景声音的 是用于养的养的养货 用于养货席的养货席 身上的杆 鸟 是屏幕的养货席 桌银 大约的养货席 大约的屏幕 造成的咖啡时银 是一种插寻货席 是一个耳边的养货席 在载子里面 一下 这个是科幻和恐怖电影馆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异形的模型了 当然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悬挂在房顶上的大白鲨里的鲨鱼模型 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和五楼连在一起的一个球形观景台 绝对碳无关之 到了电影博物馆 自然不能错过就在旁边的城市之光 现在洛杉矶最著名的打卡胜利 这个艺术作品是由202个街灯组成 这些街灯都是艺术家Chris Burden 在2008年从跳楼市场逃回来 然后翻新建成的 如今他已经非正式的成为洛杉矶的城市代表 明天我们会去参观两个该题博物馆 偏偿南加州汉堡之王In and Out 以及过渡重游马布里海滩 敬请期待 请期待